新北市没有自创的SOP 之前疫情期间才深陷恩案风暴 新北市消防局长黄德青 依然受到市长侯友宜力挺 但现在却被爆料疑似有婚外情 对象是电子大厂女董事长 其实双方当初是在共同朋友的邀约之下 一起来到了今天铁板烧店用餐 而在餐会之后双方才搭上线 还维持了六年之久 这名A女指控因为是不伦练 她在去年12月提出分手决心断干净 反而却被百般纠缠 除了停不掉的电话狂想 还会传讯息骚扰 内容说到你才是我的宝 都是我的错等等 甚至有情绪勒索的字眼出现 更夸张的不只跑到A女的公司找人 拍照传给女方问她有没有上班 找不到就再到A女住家外赌人 有时一等就是两个小时 她已经辞职了 新北市的消防安全工作 会继续的努力 消防局会不断的去守护 新北市民的安全 其实黄德清从台北县时期 就在这担任消防局代理局长 17年来一直都在新北市 历经过八线城报 终止消败恩恩案 都曾安全度过 然而最新的一封爆料信爆出 她疑似还有小四 和一名苗栗的逼女 有17年感情幕僚都知道 且逼女和黄德清 即幕僚聚会时 还以老板娘自居 对大队长和科长发脾气 暴露内容目前难以证实 但这次不伦练 演变成骚扰事件 对自身形象 无疑是一记重疾 黄德清已经请辞获准 对于毕业宣承运关于兴致党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